海外华人直播的朋友们,大家好,今天是2019年10月16日, 海外华人直播播报一则新闻,人权法案通过议长佩洛西,中国以为被承诺,图,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,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海外华人直播的立场,美国众议院在本港时间10月16日早上,通过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,议长佩洛西,发言时表示, 香港人在这四个月以来,向全世界发出令人震惊的讯息,那就是自由,正义和民主的梦想永远不能被不公义和恐吓所消灭, 因为背了这一承诺,佩洛西强调,美国与香港人民团结一致。 如果美国因为商业利益而没有在中国争取人权,那么我们将失去所有道德权威以争取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权。 他为,对于那些在人权问题上打算占于专制政府那一边的人,我想对你们说,如果一个人得到了全世界,却失去了灵魂,那对他来说又有什么好处? 佩洛西感谢众议院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,并重申我们不会为了金钱,而出卖我们的灵魂和信念。 海外华人直播的固定播出时间早上七点,晚上七点半。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,若您喜欢我们本期视频的节目,拜托您订阅、点赞、转发或者打赏。 您的支持行动和订阅是我们制作出下一期节目的动力。 文章来源,香港01于2019年10月15日。 支持我们,就请在视频右下方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本节目由美国加州奥克兰市英纪十家赞助播出,订阅电话510-465-1888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